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会减去身体更多的水分和肌肉 降低身体的免疫力 但这种不健康的减肥方式会让你身体更倾向于存储热量 也就是说再想减掉更多的脂肪只会难上加难 依靠少吃点食物来达到减肥目的的人 通常很少做运动 其实少吃不运动只是减少了你摄取的热量 并没有消耗热量 肥胖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这种减肥方式的坏处不止这些 当你减少摄取食物 身体的代谢水平也会随着下降 就会减少热量的输出 若断食12个小时 代谢水平就会降低40% 当你节食3天左右 体内的血糖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身上就会出现一种宿醉的味道 还是要科学减肥 健康减肥 健康的饮食结构 结合每天坚持体育锻炼 搭配一些减肥功效的茶水 如冬瓜荷叶茶 桑叶茶等等 减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定要有耐心 腹骨是公认 最容易堆积脂肪的位置 那想要塑造腰线 那么一定要做受腰运动 今天就来教你受腰的最快方法 只需要一把椅子 做以下的动作5分钟 一周就可以瘦成小蛮腰 1 坐在椅子前端 约1 3处 身体向上延伸拉长 膝盖微微分开 双脚自然向左侧摆放 右手扶住椅子右圆 保持身体向上延伸 将左手画一个大圆往上举高 吐气 骨纹稳定不动 左手向右倾倒 借由手臂的力量带动身体倾斜程度 延展左侧腰部线条 然后反方向做这个动作 这样反复做20到30次 2 坐在椅子的前端 注意不要坐得太厚 挺直背部 让腹部被拉靠向腰部 左脚向前伸直 脚后跟靠在地面上 同时伸直膝盖 右手放在左边膝盖的外侧 左手手掌撑着腰部 让背部用力挺直 一边慢慢的呼气 上半身向左侧扭转 保持这个动作 重复10次呼吸 然后一边拉伸左边肩膀 一边敞开胸膛 进行深呼吸 身体转向一边保持不动 左手向着天花板的方向 往上伸直 然后保持这样的姿势 重复进行10次呼吸 动作不变 换一边做同样的动作 重复这种动作20到30次 那这两个动作你们学会了吗 还不赶快搬把椅子 说动就动 有这样一句话 凡是得癌的人都是小腿经络不畅通的人 那当然小腿经络不畅通不一定是癌症 但是得癌的人小腿经络都是不畅通的 那打通小腿不得癌症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可以促进气血循环 那今天就教大家一个方法 只要每天按摩小腿肚就可以了 一 把右腿靠到椅子上 然后抱在胸前 用两手从腿的软骨到膝盖内侧 依序地揉按小腿肚 二 两手拇指在小腿肚的中央重叠 然后用拇指左右按小腿的外侧和内侧 三 换成左腿 然后动作不变 四 把右腿夹在左边大腿上 单脚做盘腿的动作 五 左手抓住脚踝 用右手从腿软骨到膝盖内侧 依序进行揉按 把小腿肚分为外侧 中央 内侧 分别进行揉按 七 换成左脚 动作不变 那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能够改善血液循环 提高体温 还可以调整自律神经 大幅提升免疫力 只要每天持之以恒按摩小腿肚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 花眼在中医上称为老式 是一种自然老化现象 那老花眼一般发病是中老年人群 那么得了老花眼不能放弃恢复视力的努力 只要每天花上几分钟做做弯曲手指的运动 就能够减缓老花眼的各种症状 具体做法就是把小手指向手背面搬 再让小手指快速的弯曲起来 每天早晚做这个动作各15次 每天这样做做手指运动就能够刺激心经这根经络 改善视网膜血液循环 帮助改善视力 下面再教大家一招可以预防老花眼 轮刮眼眶 用左右手大拇指按住太阳穴 以左右食指第二关节内侧面轮刮眼眶上下一圈 上侧是从眉头开始到眉梢为止 下侧从内眼角起至外眼角 先上后下 轮刮上下一圈 反复做这个动作两到三分钟 那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养脑明目 对黑眼圈眼袋和其他眼疾也是有一定的功效 手脚冰凉是一种避症 那所谓避既是不通 受到天气转凉或者是身体受凉等因素的影响 致使肝脉受寒 肝脏的造血功能受到影响 导致肾脏阳气不足 肢体冰冷 手脚发红或者是发白 甚至出现疼痛的感觉 那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动作就可以解决这种情况 这个动作就是点脚跟 身体保持平衡 以脚尖为重心点 后脚跟着抬起来慢慢的提高 有节奏的重复这个动作 要使劲点起 然后下压 练到腿疼就可以了 也可找一个东西帮助 帮助保持身体的平衡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的紧绷的小腿受到刺激 并且慢慢的消耗脂肪 长期下去会消除疲劳 并且能增加小腿的弹性 还可以坐着点脚尖 膝盖与大腿保持水平 将两瓶矿圈水平或者是宠物放在大腿上 进行负重练习 每次点30到50次 速度可以自我调节 或者是躺着勾脚尖 卧床休息时 两腿并拢伸直 将脚尖一勾一放 可两脚一起做 也可进行单脚练习 如果感觉小腿不舒服 就停下来休息 每次做20到30次 速度自我调节 这个看似简单的小动作 不仅可以活动四肢和大脑 还可以加快学循环速度 运动生扬 改善手脚冰凉的情况 大家好 我是薄荷 人们为了减肥 都会少吃一点 但你肯定听说过一句话 只有吃饱了 才有力气减肥 这句话其实不是笑话 是真理 有人反驳说 我这段时间吃的都很少 体重真的减轻了啊 醒醒吧 这个减轻的重量并不是脂肪 而是水分 随后是肌肉 最后才是身体的脂肪 节食减肥 减脂的作用非常微弱 反而会减去身体更多的水分和肌肉 降低身体的免疫力 但这种不健康的减肥方式 会让你身体更倾向于存储热量 也就是说 再想减掉更多的脂肪 只会难上加难 依靠少吃点食物来达到减肥目的的人 通常很少做运动 其实少吃不运动 只是减少了你摄取的热量 并没有消耗热量 肥棒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这种减肥方式的坏处不止这些 当你减少摄取食物 身体的代谢水平也会随着下降 就会减少热量的输出 若断食12个小时 代谢水平就会降低40% 当你节食3天左右 体内的血糖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身上就会出现一种宿醉的味道 还是要科学减肥 健康减肥 健康的饮食结构 结合每天坚持体育锻炼 搭配一些减肥功效的茶水 如冬瓜荷叶茶 桑叶茶等等 减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定要有耐热来源于肝 在肝气的输泄作用下 排泄而进入肠中 以促进饮食水骨的消化和吸收 若肝胆的功能失常 脑脂的分泌排泄受阻 就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 出现厌食 腹胀 腹泻等症状 所以经常按摩在输血 对身体有很好的帮助 肝术血是在我们脊柱区 在第九胸椎脊凸下 后正中线盘开1.5寸 取血时肩胛骨下角水平连线 与脊柱相交椎体处 然后往下推两个椎体 下缘盘开两横指处 就是肝术血了 肝术血归属于足太阳膀胱经 是胆的背书血 按摩胆术血时 可用双手拇指点按胆术血 以顺日针方向按摩 坚持每分钟按摩100次 每天早晚各按摩1-3分钟 对胆腹是很好的保养 古语说胆之胆本腹 未连肝之腹 术同树同书又通书 那胆术呢 内通胆腑 胆腑的湿热水气 由此外输膀胱 可利胆疏风 那经常按摩胆术血呢 对治疗胆经疾病 如胆囊炎 胆结石 经济 失眠等都有很好的作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